日空100總統府蔭鶴火27號頭一次 來到萬林英會聽起行 邀請中華在地優秀蔭鶴家參與演出 中華官政府也當佈在萬林圈的草地講庭 進行實況全部 日空100總統府蔭鶴火南下萬林英會聽起班 這場蔭鶴火並沒有開放給一般民眾接種 表演者也都是以中華在地優秀蔭鶴家為主 總統蔭鶴火在鶴火開始進捷 馬來俄羅中華館政府 在日齡正鄉鳳鶴的勝出 他過鶴火做回來欣賞中華香港 再過幾年 彰化就要邁入建縣300年 在另外一方面 在衛民谷縣長帶領之下 彰化縣這幾年 招商的成果是全台數一數二 現在太陽能跟離岸風電蓬勃發展 那麼我們彰化也被稱為叫做風光大線 自然總統府蔭鶴火南下萬林 所以因為總統副總統的出息 向中華敬風很緊張 暗時才開始的蔭鶴火 會不會三點就開始關節 各地的維安也引起民眾的保安 多大線也可以走 為什麼不走 對嗎 這是什麼政府嘛 你覺得六港有必要為人 沒有需要為人嘛 這是什麼政府 我們要在那裡找朋友就不可以 為了一張台北來中華般的嚴格會 作成萬林大塔車 中華警方表示 因為有政策現實中有民眾空議 在動員台有五百名經歷維安 作成不便也只好請民眾配合 多張新聞 中西兩萬林 彩虹報告